好 答思為答 謝謝你 謝謝你又來了 他說請問一下華視 有什麼樣的資本跟優質節目 可以拿出來在52台播放 這個早上播包青天 這個也是很久 這個重播很久很久的節目了 中午是卡通 下午也是卡通 晚上播歌廳秀 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內容 以後52頻道 大家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內容嗎 現在看起來他們的人力啊 他們的財務狀況都沒有辦法 馬上就能夠來因應他們 現在就要即將在52台 所以這個我們也是 蠻為他擔心的啦 未來要提供什麼樣的節目 不過龍介兄說不用歡樂 他們臉皮這麼厚 就算真的播包青天 他也不會你看 花我們的錢不是花他的錢 你的歡樂他一定是好 他很快就保留了 你不用歡樂 那都花我們的 納稅人的錢 拿我們口袋的錢 所以這個他也沒關係啦對不對 而且他增加了這麼多元額 你想想看又有多少人可以積犬升天 又有多少位置 然後又有多少人可以坐領高薪 就對民進黨來說 位置就變多啦 這也是一件好事嘛 那接下來再看到是XRESO 他說拿人民辛苦的納稅錢養肥貓 這就是剛剛大千哥說的嗎 現在大家已經坐在那邊等了是不是 對啊我想這個很顯然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把華視能夠裝配到他 坐在52台能夠有足夠的節目跟內容 當然你就要顧更多的人 你要買更多的設備 包含SNG車 包含各式各樣的相關的這些設備 這些錢從哪裡來 這些錢不可能是華視自己去籌錢啊 這個錢不是個小數目 當然不是小數目 能夠成為一個新聞台要投下的資金是非常龐大的 這些錢當然就是要由公廣集團來想辦法了 公廣集團的背後是誰 公廣集團背後就是政府啊 所以政府又要用各式各樣的辦法把這些錢補進去 你認為真的會是現在掛名在華視的這幾個股東 或者是這幾個董事來出錢嗎 這些人可能只是人頭耶 只是政府要他們來掛名的 就好像我們的海基會一樣 要求一大堆這個企業界大佬來掛名當董事 這個錢不是他們口袋掏出來的耶 這些錢最後都是我們政府想盡各種辦法 用各種管道把預算撥到那裡去 那我要講的是剛才龍介講到的一個非常重要重點 就是我要呼籲我們所有現在在網路上收看中天的各位好朋友 對中天來說這是一個不公不義的危機 但是對台灣的新聞自由來說 這是另外一個轉機 民進黨未來會變本加厲的去操控所有的頻道 所以我們不能夠再依賴頻道了 不能夠再依賴系統業者了 只有一種辦法才能夠突圍就是網路 民進黨除非今天敢向北京政府一樣 在台灣開始建圍牆 開始封殺所有的網路自由 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就永遠不可能在網路上一擋獨大 所以當中天被民進黨逼的走上網路的時候 某種程度他也是讓我們所有的藍營的支持者 所有的庶民夥伴好朋友開始改變我們的收視習慣 這一點真的非常重要 未來只有在網路你才能夠看到真實的新聞 所以要拜託大家除了收看中天 訂閱中天加入中天會員之外 更重要的一點是要把這個訊息傳播給周圍更多的朋友 讓你周圍所有的朋友都開始學習用手機來看新聞 甚至可以把手機投影到你家裡頭的智慧型的這個電視上 對 現在很方便 對 像最近我在桃園辦了一些活動 我們在做的都是同樣的事情 就是讓我們的支持者 讓我們的基層的朋友學習 怎麼從手機來打這場選戰 怎麼從手機來看到中天的訊息 怎麼從手機來操作所有相關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這場戰爭現在才開始它並沒有結束 不用期待民進黨大發慈悲地把頻道釋放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一種辦法就是政黨輪替 在政黨輪替之前 網路世界是民進黨唯一沒有辦法封殺的 也是我們必須要著力最深的地方 剛剛也看到現在是怎麼樣 NCE就不演了嘛 就像民眾說的 沒有 你是要怎麼做對不對 龍先生 沒有 你是要怎麼做 群眾講的就是說 過去的感受 跟現在他看到的 就是變本加厲 又竟然跟你生理一下 以前變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也是總結 就是說某一台 到現在還活著這一台 也是監督啊 國民黨人家 媒體是這樣嘛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中天跟另外那一台也是監督啊 所以阿扁兩千年執政以後 他就覺得旁邊就有人跟他講 這台要把他關起來 就是某一台要把他關起來 阿扁也說他也蓋得贊不了 但是他 都遵守這最後這條紅線 沒有跨過去 不動媒體 馬英九上了那八年 那更尊重了就是說 馬英九是不告媒體 有人說有啊 他有告誰 馬英九告的是個人 就那個個人 你毀謗他 那你扭曲 他告的是那個人 但他不告媒體 他也是被罵啊 對不對 就說媒體在怎麼批判他 頂多錯誤的部分 他會要求你澄清 修正 就這樣子 那今天呢 不一樣啊 啊啊啊啊 你看他感動 補妞出的彎 補禪的彎 他就是這樣 然後對你下手段 那平時呢 就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 你真的有犯錯呢 被糾正那還好 你沒有犯錯 他製造你的錯誤 然後用會生會營 甚至把你所有 都還在申訴當中的祭典 全部累積 做一次把你處理下去 所以難怪 如果一般的民眾 都會覺得這個機構 NCC不需要存在啊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自甘墮落 你甘願做打手 你既然甘願做打手 那你說好啦 如果萬一我們現在 如果有機會重回執政 換了另外一個黨 或國民黨起來執政 你說你 你要幹掉NCC嗎 那這麼多的媒體 總要有人管啊 那問題是 你願不願意回歸到 正常的管道 你信不信如果下次 換國民黨執政 鄭照薰去當NCC主委 然後你要把他端正 就是說整個媒體 應該怎麼樣來 他就會被罵死 我想他一定會被支持者說 你不扯的耶 人的你看人的結束 三民族結束 在跟你農 你就扯的耶 然後就變這樣了 可是他可以這麼做嗎 我想一般有良知 因為我們執政就是希望 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能夠正常化嘛 你剛才這個 鄉國共和天皇的政黨 他就不是要正常化 他們就是政治分章 吃飽吃滿吃好 你真的沒辦法 所以只有靠大家 你跟我 各位網友 自立自強嘛 按讚 分享 按讚分享 很重要 剛剛其實我們來賓 我們一邊在看 一邊就直搖頭 因為確實 這個流量真的跟我們之前差非常多 差非常多 對不對 大堅哥 當然 就很多在收看的朋友 可能不了解 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流量 其實我跟大家簡單的報告一下 流量關係到這個YouTube 要跟中天來分潤的一個利潤 雖然這個利潤很少 就是比起所有的電視台能夠 過去得到的廣告收入差太多了 但是畢竟對中天來說 現在是杯水車薪 還是相當的重要 所以當流量如果一旦被限流了之後 不但是分潤會變少 同時中天在YouTube的排名也會下降 那麼排名一旦下降之後代表了什麼 代表能見度就變少了 就大家知道把YouTube點開的時候 它完全按照排名在排的 所以中天唯有你的流量夠大 然後能夠進入發燒榜 甚至能夠名列前茅 才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中天的節目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的 在過去這幾天拜託大家 幫忙中天衝破限流的 這樣的一個黑手的壓力 同時也拜託大家 靠我們現有的力量可能還不夠 我們還要再找更多的朋友 我們的親朋好友告訴他們說 是怎麼樣可以用手機來看到中天 怎麼樣用YouTube頻道 甚至怎麼樣把你的手機跟你家的電視連結在一起 其實這一點都不困難 現階段幾乎家家戶戶都是智慧型的電視了 這些電視都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對因為現在像網友也 大家其實現在都有發覺到說 這個流量好像衝不上去 甚至有人說如果是這樣的流量 那聊天室應該是蠻冷清的 但是不是喔 大家看我們聊天室其實跑得很快 對不對 其實是很多人在這邊 一直來幫我們來留言按讚 所以呢大家 雖然說這個流量現在看起來這個數字 真的跟過去來比確實差很大 但是我們不要氣餒 好吧我們還是要繼續 因為呢很可能這個線流還持續 但是沒有關係 你繼續在這邊幫我們留言 每一則留言來幫我們按讚 再分享出去 還是讓我們有機會衝進發燒榜 讓我們的能見度能夠更多 那當然流量高影響到 就是我們的收入了